手机里面内建信用卡 全台第一支这样的手机在今天亮相了 除了iPhone之外 几乎所有的高阶智慧型手机 都可以透过换SIM卡的方式来升级 升级之后这手机就变成加密的电子钱包了 预估最快年底就可以换新卡 手机跟悠悠卡总算可以合而为一了 公平会通过了五大电信跟悠悠卡公司的结合案 以后SIM卡就可以直接内建扣款的感应平台 现在买东西你用的是现金跟卡片 但以后你可以用手机来结账 不只可以买东西 手机还可以当作公司的识别证门禁卡 当然也可以是搭车买票的悠悠卡 但可不是所有手机都能安装这种新式的SIM卡 手机必须要有NFC功能 高阶的智慧型手机像是Samsung HTC都有 不过iPhone不能用 iPhone目前没有推出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们会建立这样的一个本土的平台 其实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对抗 这个国际上的两大平台 让台湾的本土的平台能够真的成立 让这个台湾的包含金融业者 或者是本土的服务供应商 可以提供在地化的服务 最快年底就可以换上新的SIM卡了 但因为采购成本太高 会不会免费更换 还得看电信公司的诚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